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天安阿夏TV,我是Muting the Sky,天一天。 那很高兴的又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了,时间过得就是非常的快,一个礼拜就这样过去了。 不知道这个礼拜韩国又发生了什么新鲜的事呢?大家是不是跟我样期待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那这个礼拜呢也是发生了很多让人有点遗憾的事情,那天安在这边首先要说的就是神话组合成员李明宇在27日呢遭遇了交通事故,那在27日当晚呢,李明宇在等待信号灯的时候啊,被一辆冲过来的卡车撞上,不过所幸呢,李明宇本人没有受伤,不过因为怕会有事故的后遗症, 还是到医院接受了仔细的检查,那现在正在休息之中。 哦,我真的觉得这样危险的架势真的是非常的可怕,不过还好我们的欧巴没有受伤,希望李明宇可以健健康康的回来哦。 那下面要说的这件事啊,其实天安也觉得非常的担心,可能啊,在座的粉丝们一定也会非常的担心,那就是我们的APINK在14日当天啊,受到了电话威胁。 不过所属公司立马做出了反应,让APINK的成员立马回到了宿舍,在26日当晚啊,他们举行了新歌Five的showcase,不过当天啊,也是再度受到了威胁,威胁说会用爆炸来攻击这个现场。 哦,天安真的觉得为什么会有人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的APINK那么可爱,不过索性啊,成员们都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希望啊,我们的APINK可以平平安安,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APINK的新歌Five。 加油加油! 那一个礼拜之后呢,我们马上就要来到火热的7月啦,那这个礼拜呢,也是发生了很多很好玩很有趣的消息,现在就让天安一一帮你们介绍哦! 那我们今天首先要来说的就是YG的小公主Blackpink,那Blackpink在22日当天公布了他们的新歌Majima Cholo,那在新歌一公布之后啊,就霸占了韩国整个音乐榜单,而且啊,他们的MV也是在17个小时之后就冲破了1000万的观看量,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不知道大家都有个听他们的新歌呢,不仅是这样, 在107个小时之后啊,观看量直接冲过了3000万,真的是非常的厉害,Pink在这个礼拜呢,也会通过各大的音乐放送节目跟大家见面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Blackpink,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听他们的新歌哦,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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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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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今天最重要的消息呢 就是我们的国民女神全智贤啦 对 我们的全智贤呢 已经被爆出 怀上了第二个宝宝 恭喜恭喜 那呢 在去年一月份左右 我们的全智贤就生下他的第一个宝宝 那大概在明年二月份左右呢 我们的全智贤就会成为 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女神果然就是女神 连成为了两个孩子的妈妈 都是这么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全智贤 之前热播的电视剧 蓝色大海的传说 里面的造型真是非常的美 如果还没有看的小朋友 一定要赶快去看咯 我们大家一起跟着女生 学起来吧 好啦 那今天天给大家带来的新闻 就是这些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自己心仪的idol呢 那六月就快要过去了 火热的七月就要来了 希望大家这个七月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 每天啊 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小哥哥和小姐姐们 当然也不要忘记每周都要收看 天鹰为大家带来的韩语播报哦 那这里是天鹰 我是天鹰 下周再见咯 拜拜